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型 随喜拥抱分享 阳光地灿烂 喜乐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 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乐吧 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等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吹息拥抱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 阿彌陀佛 来 请各位捐 消除业障 累积功德 累积功德 那消除业障累积功德 kilometer 那是什么呢 记住来 为了众生 消业障 愿众生 得到功德 愿众生 发菩提心 找成佛道 所以一切 一切都要想的是 为了众生 为了让他们成佛 但是责任上 由我们来努力 来认真的 持戒 发心 做各种各样的功德 那如果用这样的正确的动机 那我想 就会一直符合大乘佛教的心态 但是我知道 不太容易 因为我们会随时 被这个世间的 种种的红尘 变化 而起心动念 也为了怕起心动念 所以各位一定要追求 空性 那追求空性就可以达到 怎么样 念下来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你就不会被 被这个外相的一切 起心动念 你爱的 你爱的跟你恨的 陷在你面前 对你来讲 你都很平静的 知道 他就像在看一部电影一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消业障 你没有很大的福德之良 那你要达到 这种所谓空性的波勒智慧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佛教也我们 灿除业障 广修功德 进一步呢 以一个立他的心 去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禅定 的各种的资良 最后你才可以达到 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那有这个般若波罗蜜 那你所做的一切 才是真正的在行菩萨道 用各种的善巧方便的方法 来发正确的愿 来得到了帮助众生修行的力量 最后你才可以圆满了佛陀就近的智慧 以佛陀的圆满 来普度众生 不然我们现在只能说 有一份悲心 但是我们没有究竟的方法 老实说很多人问我很多问题 师父 那个怎么样 那个发生什么问题 当然心里觉得很惭愧 但是我们只能说 我们尽力了 以自己的功德 乃至呢 为你来念佛诵经 用法会的共善业的功德 回向给你 但是结果怎么样 等到我们祈愿 它能够更好 但是也希望 这样子的变化无常 让我们体悟到佛陀讲的真理 万法都是变化无常苦的 希望这个变化无常苦 成为我们精进的助援 而不是在祈求说 你病好起来 你永远不会死 你永远赚大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是为了达到这样 所以我们各位要 经常的忏悔 持戒 善供 下施 就不断不断的 来以这样的正确的心态 来忏悔心 消除业障 来广修功德 来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愿他们都能够离苦得了成佛 也为了如此 所以我们才要这样精进 所以也为了要让所有众生成佛 我们更要精进的追求成佛之道 也就是说每一个思想行为 都不能够离开为了众生离苦而成佛的愿力 这叫菩提信愿 那为了要圆满这个菩提信愿 所以要圣解空性 虽然在努力的利益众生 但是要了解万法都是虚幻的 但是虽然万法都是虚幻空无自信的 但是呢 却要在众生上面念下 掌养慈悲 千万不要掌养称恨 掌养抱怨 因为你如果要抱怨 有一千个理由让你抱怨 那如果你要感恩慈悲 更有一万个理由 让你去对方想 你有感恩的地方 所以当然两个人吵架了 如果我都想到对方对我好的 我就不容易恨他 如果两个人吵架了 你没有想到对方对你的好 只想到对方对你的不好 那你就恨他 所以我想众生都是父母 那如果我们想到众生对我们 有这么大的恩 他现在对我不好 那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恩太大了 所以那我们的思想来圆满自己 那我想佛教里面就是一种 互相互持互相帮助 就像我们出家人被供养被互持 那我们就要更精进的 来感恩对方 来用佛法来引导对方 用功德来回向对方 就像我们对妈妈爸爸一样 那佛陀就希望我们有这种 互相帮助互相感恩 却不执着的空性 捏一下 圆起信空 没有外在的世界 没有众生 那我们就没办法单独存在 所以我们的存在 是互相帮助的 互相成就的 千万不要有互相伤害的精神 所以无论事情到最后怎么样 两个人要分开了 合个掌 谢谢你 感恩你 愿你更好 这样就好了 老板来跟你说 你被我开除了 阿弥陀佛 正好念佛 我继续回向给你 好好检讨自己 这个就是修行 老板会被你感动 这个是修行 你千万不要 歇理施理的 有什么有什么 我要给你告 我要告你 那你就破功了 就没意义了 好 那希望在殊胜的日子 都能够累积广大的功德 所以目的呢 就对诸佛菩萨 对护法诸天 做大供养 特别今天的功德 又增上 他做供养的目的呢 回向六道众生 回向早晨活道 然后呢 每天都能够圆满这个 上供下施 对四圣六凡 整个法界的资粮 那这样让我们的心 融入于法界 融入于世界 希望大家 有这种广大心 因为佛陀说了 职着就痛苦 能够放下 和为一体 才是快乐了 所以各位每天 用一支香 一杯水 都可以圆满了 所有的上供下施 来 请各位念 一心齐勤 佛法身三宝 慈悲降临 护法诸天 同享功德 互持正法 我为六道友情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所有牌位友情 作上供下施 圆满功德 第四页 十供阳 除了这十种的 庄严的物资 登香 得到世间的福报 那更代表了 学佛成佛的十种 波罗蜜的资粮 所以我们要从外向的供养 成为一种四项的供养 所以一种修持的供养 所以进一步 自己能够圆满十善业 广修立他的十种十大愿王 普贤十大愿 然后呢 希望 所有众生都像佛一样的 具足十力 十种力量 来利益众生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信仰 一种圆满 我们以供养佛的圆满 希望自己圆满 以供养佛的圆满 希望来一天能够承担佛陀 利益众生的圆满的力量 所以一直来提升自己 那现在呢 要供养的是七正宝 那这个正的意思是 管人之事啊 所以今天你要开一个大公司 你要有好的总经理 好的会计 好的车子 好的场所 那做老板呢 自己也要好的智慧 方向等等 所以呢 这个金伦宝 就战胜一些负面的 就像转法轮 就把烦恼消除了 神珠宝 那就像卢一宝一样 具足光明 所以地藏王菩萨 手上有一个神珠宝 可以满众生愿 这玉女宝呢 就像一个漂亮的女人啊 温柔体贴啊 那也代表我们修行 有这种极净柔软的心态 所以人缘法缘具足 大城堡 哇 脑筋好 又不会跟老板对立 然后呢 又很会替老板募款 等等 还有这样子的宰相大臣 来帮助 所以各位要成就菩萨事业 那也希望 具足每一个佛菩萨的七正宝 的这种功德 那这样你才能够 就像开一个大企业一样 那一个大圆满的身团 来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来 当愿众生 解具足七正宝功德 所以以这样子的上贡 回向 希望所有众生都具足啊 第八页 手持金轮宝 天怒所长其心悦 拱千福尔遍平山 难战胜一切尘地 仁王宝灵 千吉祥 公阿佛 愿战胜一切摩愿之法轮具足 并寻于尽虚空 那要利益众生最大的魔杖是什么呢 就是 生气 千万不要爱生气 爱生气你就没福保 不但你可以 消除内在的称恨 也可以消除外在的称谋 那这样呢 一切才会有圆满的功德 所以慈悲必须忍入做基本 再来神珠宝 好心为天 我了你 主有寻功 朝够 如是走也 皆薄也 无你 无你保你 千吉祥 奉阿佛 愿具无量光明令一切世间界与天人各自具足威得圣福示力 首持玉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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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持玉女宝 愿主持玉女宝 愿一切众生以三摩地即净之力 令至自至自他之力安乐成半 焱足 guru 如意兴盛 首持大城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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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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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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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